各位大家好 OK这个particle inbox呢 它满足这个uncertain principle呢 哎呀这个我们进入这个第二阶段 上一个阶段呢 我们把这个位置平方的平均值呢 跟这个位置的平均值呢 先算出来啦 OK 好那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要把这个平 那个动量的平方的平均值呢 先算出来 还有呢动量平均值的平方也算出来 OK那动量的平方 平均值呢还是一样 用这个量子力学基本的假设 把两个用两个波函数 然后呢 把那个 那个动量平方的平均值的运算值呢 把它夹起来 OK 那这个呢我不知道各位呢 哎呀这个是 i分之h8 ddx的平方 OK因为它是px的平方 那px呢在量子力学里面呢 它是一个i分之h8ddx 变成这个运算值 那它平方就是把它平方两次啦 OK 然后呢这个把它积分 那这积分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非常的 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先把一些系数呢 先提出来 这边更好a分之二两个 更好a分之二提出来 然后呢 i分之h8的平方呢 也先给它提出来 然后呢 我们剩下的东西呢 就是sine a分之mπx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是d平方dx平方 然后sine a分之mπxdx ok 好 那这边呢 会变成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键 呃 嗯 我再写键h平方好了 成像B点吧 嗯 登登登 登登登 键h8平方 嗯 好了 好那这边这个积分呢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这边可能等一下 有一个东西要写进来 所以呢 先把它写进来 这个sine a分之mπx呢 可以先带进来 这没有关系 好那这边呢 这个是sine x sine a分之mπx 丢到这个x x的微两 这个二次微分的 这运算之后 ok那sine微分一次呢 会变成cos 那cos再微分一次呢 会变成 呃 负sine ok 所以呢 这边会是负sine 负的sine ok 那我 那这个负sine呢 我先把这个负号先提出来 有一个负1会提出来 因为这个sine微分一次变cos cos再微分一次变负sine 啊好 那这个口 这个微分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a分子mπ呢 这个系数呢 也会 也会有两 也会被 也会被 提出来两次 因为这个sine a分子 你对这个sine a分子mπx微分 微分完之后 然后呢会多了个a分子mπ被会跑出来 那你现在是围了两次 所以a分子mπ 会有两个a分子mπ跑出来 ok所以呢 这边应该是 会有两个a分子mπ跑出来 所以a分子mπ会有两次 然后呢 你就是0到a 然后呢 sine a分子mπx 然后呢 这边还是sine a分子mπx ok好 然后dx 好 那这个积分是多少呢 这个积分的话 这个积分刚刚其实在这个有积过啦 这个 在那个 解那个 particle inbox 最后那个波函数 用那个normalization condition的时候呢 这个积分其实有积过啦 这个积分应该是a分之 哎 根号a分之2 平方a分之2 所以应该是2分之a啦 这个这个积完应该是2分之a 这个积出来应该是2分之a啊 ok 哎呦 不知道我没有看写错 2分之a吗 看一下 对没有错 2分之a哈 好 那我们把所有东西呢 都凑在一起了 2分之2 然后呢 负负得证 h bar平方 然后这边是a平方 n平方 π平方 然后2分之a 那我们看一下消掉 哎呦 用别的颜色好了 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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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变成 多少呢 a平方 n平方 π平方 h bar平方 ok这个就是动量平方的平均值啊 好那最后一个呢 动量平均值是多少 这个动量平均值是多少呢 会变成一样 0到a a 2分之2 3 a分之nπx 然后呢 i分之h bar ddx 因为这个是动量的 动量 动量 动量只有 i分之h bar ddx 然后呢 2分之1 sine 1分之nπx dx dx ok 好的 好那这边呢 我也是先一样 把一些东西先提出来 这边是a分之2先提出来 然后i分之h bar 先提出来 然后呢 积分0到a sine a分之nπx 呃 然后 ddx 然后sine a分之nπx dx 好你把sine a分之nπx 丢进去给那个 一阶微分的话呢 一阶微分的运算值会多少呢 sine微分会变成cos 然后在微分的时候呢 a分之nπ会跑出来 所以呢 这边会有一个a分之nπ会跑出来 然后积分0到a sine a分之nπx 然后乘上cos a分之nπx 那这个东西呢 各位呢 不知道记不记得 这个是正交啦 osog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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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ogono吧 sine跟cos 彼此之间是正交 所以呢 sine跟cos 这个积分呢 这个大象积分就是0 所以呢 这个整个东西 px整个积分就是0 ok 好 那这个动量的平均值是0 ok 那这个动量平均值是0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particle in box呢 因为它可以在那box里面左右来回的运动 ok 所以呢 它这个一个往左可以然后往左或往右 所以呢平均起来呢 动量的平均值就是0 ok 好的 那这边呢 我们已经把所有东西呢都算出来 然后我们来重新的就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刚刚的这个x平方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前面的画面呢带一下x平方的平均值是多少 x平方平均值是 哦 这比较难写 三分之a平方减掉 这个我可能直接看小超比较快 这边呢是 哎 我们把所有东西整理一下 然后最后呢 把它证明这个真的满足测不准原理 等于这个三分之a平方减掉 a平方2n平方 π平方 那x的平均值呢是在二分之a啦 ok 那px的平方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的是 嗯 a平方n平方π平方h8平方 好 那这个px平均值是0啦 ok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最一开始 有没有说过呢 这个dx的平方呢 会等于x平方的平均值 减掉平均值的平方 所以会等于三分之a平方 减掉2n平方π平方a平方 然后呢 然后呢扣掉2分之a的平方 ok 这个呢要不要先整理一下呢 先不要先留着好了 那你这个px不准度的平方 会变成px平方的平均值 减掉平均值的平方 那所以等于这个是a平方 a平方 n平方π平方 h平方 h平方 减掉0 所以等于a平方 n平方π平方 h平方 好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dx乘上dpx是多少 ok 这慢慢来 会等于哦 这个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3分之a平方 跟这个2分之a的平方呢 先把它做一个 稍微一点点画解呢 这个就是 12分之a平方 减掉2n平方π平方a平方 这个是应该是根号啦 然后乘上呢 这个a平方 n平方π平方 h平方 h平方的根号 ok 好 那我们这边把它这个乘进去呢 我们会得到 呃 12分之n平方π平方 h平方 扣掉 呃 2n平方 所以是2分之h平方 2分之1 然后呢 这个我们再把它细细的再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成比较好解释的一个状态 就是最后会变成 a2分之h bar square 然后呢 3分之n平方π平方 减2的根号 ok 好 那因为我们要测试的是delta data data x乘上data px 有没有大于等于2分之h bar 诶 是h bar 平方 诶这是h 啊对h 啊那我这边写错 抱歉这是h bar ok 我们要测试的是delta x乘上data px 有没有大于等于2分之h bar 那我们把它整理成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你比较一下 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这个数字有没有 有没有大于等于1呢 我来看一下 我们用n等于1带进去 如果什么都不会 那我们用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证明 那没关系 我们n等于1带入 那会变成三分之π平方-2 然后呢再开根号 那这个呢 30π平方呢大概是10啦 ok我们算一下 3.14乘3.14 然后呢除以3 哎不是3.14乘3.14 除以3-2 然后呢我再把它开根号 多少呢1.134 这等于1.134 所以它是大于1的 ok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大于2分之h bar ok 所以呢我们这particle in box的 最后这个这个结论呢 这个其实呢也是这个东西 确实它是满足测不准原理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如果是n等于2呢 是不是也是满足呢 n等于2的话那一定是更满足 如果n等于能量最低 这个都满足 n等于2应该也是满足 那不然有关系 我们来check一下 2的平方是4 所以4乘上3.14乘3.14 然后除以3 然后-2 然后再开根号 3.33 稍微写一下 所以3分之4 拍平方减2 2分之1 等于3.33 远远大于1 你这样一直测下去 你会发现 n只要 后面一定都会满足了 ok 所以呢这个particle in box 这个结论呢 也是满这个 这个这个系统呢 也是满足测不准原理哦 再次再次印证了 这测不准原理的这个是对的 ok 那这个测不准原理呢 其实它真正的 其实最后背后的来源 就是说那个粒子运动 它就是说 这个量子系统里面 它的波动性呢 量子力学里面 它的波动性造成说 它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 或没有一个确定的动量 这是物质的波动性造成的 是ok 所以这测不准原理 这是一个真理 ok 不是仪器坏的 ok好 好那我们这边 这边就是用一个particle in box 结论告诉你说 测不准原理呢 是对的 ok真的是这样子 delta x 乘delta px 确实大于等于2分之h 8 ok好 那这整影片呢 就暂时到这边了 那剩下的东西我们之后再聊了 拜拜 拜拜